一陣陣巨浪拍打上岸伴隨風聲 發出鎮耳欲聾的聲響 向台康瑞颱風步步逼近 台灣海邊風浪逐漸增強 放遠望去宜蘭外澳沙灘上的洋傘 衝浪板已經統統撤離 大雨不停下 衝浪一條街空蕩蕩 衝浪板店儘管大門都沒有營業 唯一營業的店家也正在做訪台準備 另外烏石港的商經業者 也用繩索固定好船隻 現在記者所在位置就在宜蘭 烏石港這邊可以看到呢 所有船隻都已經靠岸了 已經是停蝕的狀況 颱風會用這個比較粗 然後這是八股的塑膠繩 它比較強壯也比較輕 比較適合短時間我們颱風這樣子 在細繩 那大概這樣出幾倍 大概有一倍 颱風天榜船隻的繩紙也有make up 至於什麼時候可以出海 得看天氣狀況评估 幸好是賞金船淡季 加上是平日損失不會太大 另外在基隆八斗子魚港 同樣也是將一艘艘船隻固定 以及將白帶魚卸貨 做好防排準備 不過一大早外幕山海新泳池 還沒封閉 每天早上固定成用的泳客 還是來報到 而日前撞到基隆港橋式起重機的大陸及貨輪 玉州起航 29號上午驅離基隆港 航行到野柳外海時 受到康瑞颱風外圍環流的強勁風力 以及海流影響 海向不穩定 船上又載運了三座橋式起重機 造成貨輪運轉能力受到影響 想在野柳附近滯留 最後只能棄船 海訊樹葉在30號晚間9點多 將船上共有17名的大陸船員 全數救援 並且確認身份後 安排船員們入住飯店 目前船隻還需等到救援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